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天分 你可以用你整个历程 写一篇经典的小说 或者是励志的故事 那么你这本书可能会大卖 那你矫缺的算有意义 但是如果你刚好也没有这个天分 或者是你矫缺之后 你很丧志 你很痛苦 你没有能力再去相信 这个世界是有光明的 这孩子就费力 不是经过一万个小时的练习 就会变转家 不是只要一直重考 就一定考上医生 有些人当上医生 但他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医生 他在整个医生的排行里面 他没有能力去前面 也不想要 那他虽然当医生的他快乐 可是我真的说白一点 医生可能有一万个名了 但如果这一个第一万名的医生 他刚好有很强的感受力 很强的文字表达力 他很喜欢静静的做事情 他有能力用文字 把这些感受跟表达能力 整个诠释出来 这世界上能够过优越生活的小说家 全球可能只有前十年 如果他的天分刚好就在这里 你怎么感受他不会进到前十年 你不能说这个跑道的名额比较长 所以我硬要把他推进去 他进去之后他不快乐 你还是在摧毁他一点 另外一个跑道看起来没有名额 所以他去那边很难混饭吃 他必须去全球前十 他才混得了饭吃 他才能够让自己过舒服的日子 可是如果他就有这个天分 他为什么不能进全球前十 天分就在他身上啊 他没有努力他已经赢五千人 那他努力之后 他为什么不能赢十万人 这是第一点 再来第二点 专家需要十万个小时的练习 十万个小时很苦 所以这边其实又有另外一个命题 你不要以为你有天分就可以变专家 所以为什么我说跳远很重要 因为我是帮助你保留天分 而且我又透过你来使用这一套教育模式 让孩子学习梳理跟管理 以及学会发挥出他的天分 天分不是只要保留下来就好 我不是躺在那里我有天分 我有资质 你躺在那边价值就会出现吗 是不会的 你必须去执行他 必须去发挥他 所以这是我一直说的 其实教养看你要做到哪一种程度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 你希望做到我刚才说的这个程度的话 他需要的专业度是很深的